我们已经相论在河内内排国际机场了 在基金安全带的灯号未洗面前请您留在座位上 下机时请记得您的行李 机场区全体组员在此非常感谢大家大臣新空联盟成员 船航航空的班机 祝各位万事如意 好 来跟大家报告一下我们空调看一个空调 这边有反过来左手边转到前面 就是开转后面就是关了小小这个地方 然后呢我现在先把薪水发给各位好不好 打招呼完以后先把薪水发给各位 好 先水啦 意思是点点点点 这还可以啦 对啊 不然要放这样 河内国际机场啊 不是他的名字呢 他的名字就叫河内浪漫机场 浪就是很难的一个国际机场对不对 漫就是过海关跟等星期等的很慢 又难又慢呢 我们就叫浪漫机场 那些过了哈 知道明白了哈 OK今天第一天我们走浪漫机场到河内社区里面吃的中午饭 好不好 那我们坐浪漫机场到山庭期间大概40分钟左右 大概40分钟左右 距离呢大概40公里 越南这边40公里 坐浪漫那么快40分钟对不对 因为是我们跟小杨来跟各位报告一下哈 这条路呢 从机场到河内社区里面算 我们越南我们继续还有一个半小时 讲到下楼吧 这样子 但是我们这几天的行程 今天那第一天 西班完以后 好像是 看一下 越前边会有大概 650公里长 大概650公里长 好不好 红河三角洲 刚刚这位座位置上面 往下看 河内有一点像一个半岛 就是红河把河内围起来 把起来 我们有个名字叫河内 经过红河的话 那我们河里面 经过红河 经过这条桥 河里面就叫河内 好不好 河里面叫河内 如果是河外面呢 对 那我们叫河外 河外面 哈哈哈哈 那我们请程就是在今天还没有走 河内的首都的请点 今天我们吃饭完以后 然后我们先这样就下 没问题 过年 也有算年初123456一样 过年完以后到什么节日 正约15号 远秋节,然后到清明节,然后到端午节,然后到中元节,然后才到中秋节 是不是,台湾过什么节日,越南也是过什么节日,同一天 鬼节到七月份呢,同一天可以,越南有过两个大节日,台湾没有过 第一就是每个国家的酸娘力都会有自己的国进入嘛,对不对 台湾10月10号,越南9月2号,然后台湾,请问一下,台湾有没有过什么节日在2月3号 2月3号没有过,2月2号 2月2号什么节? 多种的牛肉,鸡肉,鸭肉,粗肉也有,对不对 但是越南这边酸的最好吃的河粉就是牛肉河粉 但是牛肉那个还没有熟的,平常煮熟的牛肉就不好,是很硬的 牛肉的话,我们放在一个菜板上面,用那个刀子嘛,来剪细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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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细 放在一碗河粉里面,然后炸汤,那个汤的话就是热汤,好不好 放进去里面30秒到1分钟,牛肉就会熟了 这样吃的话,牛肉河粉才会算的比较好吃,最好吃的,生的牛肉河粉 好不好,我们可以谈到我们越南的饮食 也是今天中午,各位有吃越南的春泉,好不好吃 好吃 没有发肉啊 就是那个生的春泉,有那种炸春泉,加油的那种春泉里面有发肉 就是算比较好吃 对,就是越南的饮食 韩制的话,出名的有牛肉,鵝盆,跟春泉,算的比较好吃 好不好 高速公路啦 也是算越南的高速公路,等一下前面各位会有看到 世界上标志的高速公路都一样 但是呢,如果是谈到这个越南国家 比台湾那边的多好,属于是台湾的几十年代 是真的,这几天各位会有慢慢慢慢看出呢 越南这边的,比台湾那边的落后是属于是几十年代 好不好 但是呢,谈到落后国家,什么方面都更不上台湾 都比不上台湾,好不好 但是有个方面就是,高速公路应该是比台湾进步一点 对 真的比台湾那边的进步啦 好,请问一下各位,台湾那边摩托车能不能上高速公路 不能啦,但是,那我们越南的高速摩托车可以上啊 是不是比台湾进步 对 给个赞 赞 赞 第二的话,台湾每次都会想上客运车 想上客运车的话,在哪里上客运车 设计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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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我们不用那么麻烦 就一切在路边等车就行啊 对啊 对啊 那客运车的前面这头前面它会写一个牌子 就写着目的地 放一个牌子就写着目的地 比如说今天我们去夏隆湾 它就写夏隆湾 站在路边的人想去夏隆湾 看到夏隆湾马上要照手照车 那时候那车子马上开了80公里 大概80公里嘛 对不对 马上停下来转转 接客人上车下车 花了10秒 很快的很方便的 10秒上下车 是不是比台湾进步 对 会省得随限 开最慢的60 最快的达到100 有100啊 有180 最慢的60了 这一条有没有达到台湾的快速弹路啊 有没有 有没有 没有达到台湾的快速弹路啊 有 但是我们有看到标志就是高速公路的标志 世界上标志都一样 第三个对不对 还有第四 还有第四 台湾的高速公路上面有没有斑马线 再没有啊 为什么那么如何斑马线也没有 哈哈哈哈哈哈 不然你们这边有 这么简单的话 一个办法先给人家走路过来过去的就不化 所以才会抢的台湾的那么落后 比越南这边落后啊 哈哈哈哈 高速公路 高速公路 高速公路应该是没有 哈哈哈哈 台湾有没有红绿灯 可以哦 这个更落后 等一下我们前面可能就有看到红绿灯了 要救 结束这一条高速公路大概60公里 50到60公里 那我们就开始走到高速公路 所以那180公里才会走那么慢 高速公路的话就是双行道啊 如果是塞车的话 或者发生那个什么测货 马上会有塞车塞的一两个小时左右 现在就小羊很自豪来跟大家讲 世界上唯一只有一个国家就是 我们越南国家能打败美国 有没有听过 没有听过 越餐的时候呢 有没有听过 越南越餐呢 对不对 就是美国殖民地在越南的南越 然后选越南南越 有个人就叫 阮文哨 当南越那里的总统属于是美国手上 他那个人属于是美国人的手上 好不好 然后越南北越这边越共把美国赶走 美国统属越南的南越实现大概20年了 我们在1975年就把美国赶走 对不对 有听过了没 刚刚大哥讲什么 有 越战的打什么战啊 游戚战 属于是那个传统打的游戚战 越南才能把美国马国赶走 马国统属于越南实现大概100年 好不好 住在树上 睡在树上 住在地下 睡在地下 地里面也有 啊 超厉害嘛 是属于是传统的游戚战 流到现在越南的交通警察 还有 打游戚战就是躲在树上 坐在树上 是真的 小羊真的不会开玩笑 我会告诉各位 各位会尽量看到越南交通警察 坐在树上的 要不要 有没有奖品 有没有奖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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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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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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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